痛心,深圳学生斑马线上被撞身亡 汽车已经过学校路段不减速 在过斑马线时瞬间被小车撞飞 怎么就会发生如此让人揪心的一幕呢? 从视频监控中可以清晰看到 事发当时,两名学生一起过斑马线 走在前面的学生一直看着前方 并没有留意到右手边行驶过来的小车 直到该学生回过头看到小车时 已经来不及避让了 再仔细观看监控 可以得知,事发路段为学校路段 路边警示牌还写着学生出入 仅剩慢行的字样 据目击者反映,事发位于平山区的云田路 在深圳高级中学东校区附近 执行的小车一直行驶在道路中央 甚至到路口时,还压着石线开 实在让我们感到痛心